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会有一点所以刻意挑开门前一天赶快来玩 晚上晒衣服啊或是吹口哨摇铃铛之类的 不要玩水这样然后不要太晚回家吧 一年一度农历七月开开门 命理专家表示今年还是六十年一次的黑兔年 民间习俗里要避讳的事特别多 像是深夜时分尽量避免到荒郊野外夜冲夜游 别在房间拍照或半夜晾衣服 也不要任意捡地上的钱 别在室内撑伞或穿鞋进门 以免把好兄弟一并带进家门 2023年奎卯年是所谓的黑兔年 要特别注意这一个水的部分 像没有人管理的海边河边西边 绝对不要去游玩 台南开台胜地三老爷公 高雄地月店屏东东宁清水组 施工一致提醒要远水 避免从事水上活动别到海边以及钓鱼 若出游住饭店进房前先敲敲门 别选走廊最后一间房住 各种民间文化对农历七月 都有不同禁忌与说法 主要都提醒大家出门在外 前晚要小心自身安全 金西门干杯新余家卫 常常报道